來,出張請 農委會是誰來? 王副主委 還有我們房檢局的副主委 官委員好 要組團赴美,對不對? 要做真的還是做假的? 要做有效的還是做沒有效的? 誰組?農委會跟衛生署,誰負責這一次的赴美? 我看歷年都是農委會主持 胡說 九十九年是衛生署 對啦 九十九年是衛生署啦 去年是農委會啦 這一次誰要去?這一次誰負責? 以專業來講應該哪一個部門? 我想我們一起 沒有啦,一定要有人主政,誰主政? 兩個和尚沒水喝 副主委,農委會副主委來 其實說真的 我是覺得農委會比較是在現場去看整個屠宰切割過程 那個作業的程序 農委會比較專門 好 那衛生署專門的是到了病理的這一塊 是不是? 所以你們總要說 好,來 不要推 誰負責? 按照順序 原頭的部分 從飼料的系統 到養牛廠 這個農委會會在前面 好,然後呢 所以組團去 你主要看前面嘛 原頭嘛 這一次會從生產的系統 就是說從飼料 然後養牛廠 對,很重要 然後屠宰場 那扛起來好不好? 農委會 沒有問題 好,那署長全力配合 是 那農委會問題就來了喔 99年衛生署比較認真喔 總共 去了14天 去了5個人 查核6家 回來報告寫48頁 農委會100年次齁 去了3個人 變成只有9天 只去了3家 回來報告呢 18頁 所以農委會 今年再去 要認真一點吧 今年規模一定會 比往人要大 好 要不要民間的 學者專家一起去 都有 本席要求 要民間人員一起陪同 之前沒有 今年一定要參加 好不好 接受民進黨推薦 要不要答應 我們這方面的專家學者 接受反對黨啦 不要說民進黨 我們反對黨有三個 這方面的專家學者 衛生署跟農委會 都 有很多好的專家學者可以協助 那我們接受反對黨的推薦 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這個大概就是中信 不會有黨派之北 不會 黨派是監督 這個時候的黨派是監督喔 你不接受監督喔 蛤 三個黨加起來一定也是專家啦 好不好 列入考慮人選 我們會遞送人選好不好 這個大概一般在國際上 有一個 你允許我們遞送人選好不好 是不是容許我們的受益官跟您報告一下 蛤 這個不是說我們片面 怎麼樣 受益官可以決定接不接受喔 不是現在這次去茶場是官方茶場 那可能是美國方面 官方聘顧問不行喔 美國方面可能接受官方的茶場 對啊 那你官方代表團裡面加專家學者也是官方代表團啊 蛤 署長你在這裡你比較是政務官來 蛤 我想委員的建議 一定會考 好希望那個 因為今天來的是副主委 我想還是以署長來領導這個方向好不好 好 那總共要去多少家不知道齁 你們其實什麼都不能做 問題的源頭還是在台美議定書 本席告訴各位喔 根據台美議定書 當你們去查核發現有問題 你們能做什麼 來 書長 你們能做什麼 我想這個 這個 沒有那麼難啦 來你們能做什麼 我們還是可以立即加那個改善 如果說我們 不能接受他的改善的一個計畫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從他的QSA給 什麼叫做立即要求他改善 什麼 你根本沒有看議定書 議定書哪有給你這個權利 蛤 議定書告訴你怎麼樣 你必須怎麼做 蛤 來 怎麼樣 實地查核發現問題的時候 嗯 實地查核的部分 我們會請對方這邊工廠 就是美方的農業部去做要求他的改善 對啦 沒錯啦 根據台美議定書 如果實地查核發現問題的時候 就只能夠通知美國農業部 由農業部採取適當措施 並由美國農業部 將該措施通知我國農委會啦 跟委員報告 如果像 如果美方來我們這邊查查 發現我們國內的工廠有一億的話 是 他也是必須通知了衛生署 由衛生署這邊 經過我們的衛生署 胡說 美國絕對超過這個 還有喔 等一下喔 你們現在議定書只有這個權喔 而且政府沒有權利齁 在實地查核的時候要求終止生產 或者終止進口 沒有 你知道韓國跟他們怎麼簽嗎 蛤 韓國齁 在簽議定書的時候 簽的跟我們一樣 就是必須通知美國農業部 然後呢 由農業部處理以後 通知韓國他們的措施 可是當韓國人民用一個月的時間 街頭上面抗爭 李明博甚至於內閣 撤換 最後呢 他們贏到了什麼 他們贏到了增加負責 好 署長來 副主委來 增加的負責呢 就加了這一條 韓國從此以後 如果發現有違反進口衛生條件的時候 檢驗團喔 現場喔 立即跟美國政府相關人員討論改善措施 可以跟美國相關人員現場立即 立即討論 叫做技術性協商 好 以韓國來講 檢查團 立即跟美國政府討論 立即協商 技術協商 如果沒有解決兩國在進行高階官員的協商 還可以進行高階官員協商喔 如果兩國政府都已經進行高階官員協商 經過四個禮拜還沒有辦法達成協議 所以韓國就可以把那個工廠出口的產品 連續五次提高檢查比例 韓國簽的是這個月 可以現場立刻參與處理措施 立刻進行現場的技術協商 參與的技術措施 就改變了原來議定書 農業部自己負責我 農業部做好了告訴你 署長 這就是為什麼齁 我們民進黨黨團今天會在貴委 會在這個委員會提出一個案 一定要重新啟動台美牛肉進口議定書的 重新談判 一定要重新談判 署長 署長 你們預期美國會不會跟我們重新談判 蛤 有沒有這個gut 去要求重新談判 我們在有議定書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諮商 那他七天之內他必須要回應 好 那對於這個 其實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條件是比韓國來嚴格的 好 你拿給我看呢 議定書 韓國增加了負責 我們根本沒有把它列在 沒有把它列在議定書裡面 根本沒有 韓國卻在負責 把他議定書裡面卻增加了一個負責 還有一條啦 本席在這裡已經講過一次了 這個也是議定書 我們不如韓國 我們的議定書 我們的議定書 第五條 如果我們發現BSE疫情的時候 韓美的議定書本來跟我們一樣 也就是一定要等到 美國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降等以後 才可以停止進口 才可以禁止進口 好 可是韓國原來也是降等才可以禁止進口 同樣的 當李明博的政府在人民抗爭之後 回過頭去 他把人民的力量拿來當作政府的談判桌上的力量 回過頭去 談判的時候 也增加了一個負責 他們也在負責裡面 凍結這一個條款 把說要降等才能禁止進口呢 改掉 改成什麼呢 改成韓國雖然有第五條的規定 可是韓國仍然依照GATE第二十條 GATT二十條跟WTO的SBS協定 擁有權力採取停止進口的必要措施 GATE二十條是什麼 是他們認為對國民健康有疑慮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今天兩件事情發生嘛 一個就是韓國立刻可以用強烈的手段嘛 幾乎等於禁止進口嘛 一個就是你們副美 組團副美 有沒有實質上真的能夠參與整個檢驗過程 深入參與檢驗過程 從這兩件事情來看 我們的議定書都不如韓國的議定書 原因很簡單 不管人民怎麼抗議你們都站在美國立場 可是韓國政府呢 當人民抗議的時候他們是站在人民立場去對抗美國 所以這兩條本來韓美議定書跟台美議定書條件一樣 可是韓國政府援引了民間的壓力 重新增加了負責 因此他們比台灣的政府更能夠把守捍衛人民的健康 所以為什麼本席在這裡要求主委 要求署長 好 重新要求諮商 修改 議定書的內容 第一個好 我是簡單提一下 事實上 合約裡面我們也做過一些比較對照表 那麼看起來呢 當然有些部分是韓國比較那個 不過有些呢 譬如像查驗機制啦 這種規定呢 第二 第二就是第五條第二條的規定呢 像我們呢 我們關心的是 我們關心的是這些關鍵式的部分 那至於 我們到底有沒有殺手箭的部分 在有沒有殺手箭的部分 真的是台灣不如韓國啊 那在人民健康的部分 台灣也不如歐盟啊 瘦肉精的部分 所以這一趟去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提案 民進黨還有一個提案 就是要求這一趟去 也要去看 有機的 牛的飼養廠 蛤 去看歐盟模式裡面 高品質牛肉輸往歐盟的整個歐盟模式 美國牛肉有兩種啊 一種是瘦肉精零減出啊 一種是有瘦肉精啊 賣歐盟 就是高品質沒有瘦肉精 就是瘦肉精零減出 賣給台灣 就非得要賣給我們瘦肉精不可 台灣人的人命 比歐盟的人命還不值錢耶 欺負我們 不敢欺負歐盟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我們的政府 不如歐盟各國的政府嘛 我們比歐盟更沒有力量嘛 可不是說我們人民 比歐盟的人民 更不高貴喔 歐盟是禁止所有的荷爾蒙 我想它不是 所以啊 這麼強烈啊 甚至於在WTO裡面 在WTO裡面 十幾年來 爭議 不斷 他們都撐住啊 所有基因改造的食品 全部不可以啊 荷爾蒙全部不要啊 瘦肉精不要啊 為什麼人家是 是站在最嚴格的標準 在衛健康把關啦 本席要的是你們 在這一方面的Guts啦 你們都是用最寬鬆的標準 我想歐盟 歐盟大概有它的一個規定 它是設定在它的法裡面 就是對於飼料添加金裡面加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要修法 讓我們修啊 不是那個 那這個還有像基因食品 他們我想都是在實時在改變 所以他們現在也有基改的食品 所以我想這個每個國家 它有它的一個考量點 那我們國家的考量在哪裡 你們主要考量在哪裡 蛤 你們允許瘦肉精 主要考量在哪裡 你到底得到什麼嗎 我想那個美國 他大部分的生產的牛肉 都在國內 有得到其他農產品 談判上面 對台灣農產品的優惠嗎 來副主委 你們要瘦肉精這件事 要開放瘦肉精這件事 在跟美國的農業談判當中 有因此交換到其他農業產品上面的關稅優惠嗎 有嗎 有沒有 萊克多巴安那個單純在考量 所以沒有嘛 你們單一議題拿出來對不對 單一議題拿出來嘛 你就是 就是這樣處理啊 你不把它當作一個籌碼 去交換東西啊 這是失職耶 農委會這樣做 是上級的命令吧 因為萊克多巴安那個是 還是要 要符印TO的相關規範 對不起啦 本席已經揭露過文件了啦 在我們兩年前修了食品衛生管理法以後 美國根本就認為趕快啟動TIFA 在TIFA裡面 再成立農業顧問委員會 開始進行農業議題的談判 在農業顧問委員會 就是TIFA下面有農業顧問委員會 農業顧問委員會 談農業有關問題的時候 才要去談萊克多巴安啦 人家美國很尊重我們 把它當作是整體農業談判當中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有籌碼 我放了這個我要得到別的 結果沒有想到馬英九政府 竟然在美國人都已經準備 要來整體跟我們談判的這種 基本架構之下 你們竟然把萊克多巴安 單獨拿出來去送給人家 沒有談判到任何東西 其實我們都知道啦 應該是馬總統拿去談判 選舉時候美國的幫忙啦 拿來做政治交易啦 把我們的健康拿去做選舉交易啦 除此之外你想不出道理啊 因為本來就是農業談判裡面的籌碼 你們竟然把它從農業談判裡面 抽出來奉送 談判的籌碼拿出來單獨奉送 所以這一次 無論如何你們這個團出去 要展現出你們的guts給我們看啦 農委會我還要罵你咧 一百年回來的報告裡面 叫你們農委會要好好的去訓練 專業人員以便於有能力現場查驗 你們的報告說現場有能力查驗的人力不足啦 你們的報告最後的結論啦 所以要多培養啦 哈 未來輸入我國肉品增加 有區有這個增加的趨勢 為其找籌謀因應 建議強化國外查廠需求 及查廠人員的訓練啦 國外查廠人員的訓練 結果我問了你們都還沒開始訓練 回來以後 你們自己寫的報告回來以後 都還沒開始訓練 所以這一次去我們說一定要民間的人 順便陪同就是因為人才不足啦 一定要民間的人陪同啦 我們會遞送名單啦 哈 謝謝